Hello,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司徒文俊 賭場科普又回來了 之前跟大家說過 譬如一些賭場的部門 例如任何賭場都有 一個基本架構, 中場 另外高額頭住區 然後到賭廳 分別是有公司的賭廳 以及私人賭廳 當中亦會有一些超級公司廳的存在 之後我再換一個方式 當各位都是準備開私人賭廳的老闆 由如何開設 如何拿牌照 以至到基本人手系列都在說 今天會說到一件事 我之前都有提及過 有很多聽眾朋友很有興趣 就是在說賭場或賭廳的特別行動組 或者這樣說 我之前也說過有些負責押運的同事 聽眾很有興趣 就在問這些人是做什麼 我想說 基本上特別行動組 在全世界不同的賭場 不同的賭廳都有存在 但是他們的職能和裝備 就會有不同 例如說回澳門來計 澳門的賭廳 很多賭廳集團 都有不止一間賭廳 在酒店賭場裡 例如 例如威尼斯人 我也有 然後 例如永利 我也有 在新哥的賭場 也有 當中 你會發覺 每天 就會有很多現金 還有很多籌碼 會需要運送 你會問 其實我也是在賭場裡 為何會有籌碼 那就是賭場的籌碼 為何要運送 因為 譬如 你有些不同的日子 也會有些股東 或者是有些客人 會和你對數 因為當中 例如 你簽了一些馬 譬如 你還回來 你未必是在賭場裡 直接還進去 譬如我在賭廳 寫字樓 或者我在賭廳的總部 就是我之前說過 中央 可能我來和你對數 來還錢 或者我在其他的地方 那你變相 就會一定有這個 錢和籌碼的 押送服務 近甚者 也有可能 譬如 我給了這場的籌碼 你又要收了之後 又要運送 籌碼 原先的場地上 但是他未必真的 下下都是 每個人都 看回那個場地給你的 大家都明白 不同賭場的籌碼 一定是不同的 更甚者 其實你賭廳裡面 就算同一個賭廳 都可能會有不同的籌碼 在這裡 我之前都說過 因為其實籌碼 籌碼 如果不認識的人 就會覺得籌碼 是等於我們 只是換錢 其實不是的 其實籌碼也是一個用途 拿來做記認的 你用不同的用途 就會有不同的籌碼 也很簡單 例如 好像我昨天 前天 都有說過 譬如 假設你是有 美金 的籌碼 如果你換成 港幣籌碼 理論上是兩套籌碼 不同的 現金的 不同的類別 都會有不同的籌碼 籌碼 我遲一點再說 先說回 澳門理解 通常是運錢 運籌碼 另外 他們 一些負責的 危險些工作 例如 可能要 出去外面 找客人 談談交收 怎樣去還錢 那些 特別行動組 就未必會負責 因為他們通常 負責 這個境內的 境外 通常有 境外的行動組 或者是其他人去處理 但是 如果不是澳門 如果是一些 外國的賭場 這些 特別行動組 很多時候 他們會兼任 去做一個 類似保鏢的工作 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 純粹是一個 保鏢 你的保鏢 只是負責 你的VIP 即是你的 保護對象的 安全 通常 不會負責其他 但如果是外國賭場 特別行動組 他們 基本上 很多 就會有 保鏢之餘 他們 要負責 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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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指死物 除了籌碼 除了現金 可能都會押送 人 這個情況 在一些 外國 和比較大的賭場 都會出現 這樣說 通常都是禮貌性的 不會去做一些 過份的事 因為大家 老實說 出來做到 都是求財 不是求氣 基本上 大家 都是 搞定這件事 就算了 但是 有時候 例如 這些特別行動組 押送的東西 超出籌碼的範圍 都會有其他的 例如 大家拍戲都見到 一些金條 一些貴金屬 因為 有些客人 尤其是外國 他 當他不用現金 去做抓逐 他可能會給一些 有價值的東西 可能是藝術品 可能是一些 叫做貴金屬 那些 你說 賭場和賭廳老闆 為什麼 不會 每次都只是 用外面 的一些 security 來做呢 因為 你做得這些特別行動組 通常都是老闆 最信任的人 或者是一些心腹 很多這些人 可能是 他未做賭場之前 或者是 他未做大盆生煉之前 已經跟著他 所以 可以幫他處理一些 較為私人性 以及 處理一些 想保密性高一點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 很多老闆 是不會交給外人做的 這些特別行動組 例如 在外國 我試過 他們押運 有些東西 押送某些東西 是比較有趣的 例如 我見過 他是 負責運送 老闆的寵物 就是說老闆養的 例如 狗 例如 貓仔 那樣 他真的是 拿著一個籠 然後 負責幫老闆 運送他的寵物 那樣 我試過 有一次 見過 特別行動組 的 和我 都是 幾好 他也是 一個 退伍的軍人 那樣 我那次 見過 他拿著箱 拿著 手扣 扣著箱 扣著 自己的手 然後 都是貴重 那我就 說笑 就問他 咦? 什麼來的? 這次是寶石 還是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箱子 又不是很大 然後 之後 他說 你待會就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 那時候 我工作 合作 那個老闆 他本身 就是一個很喜歡 槍械的人 當地 也是 你可以合法 擁有槍支 原來 他裡面的東西 是什麼呢? 原來 就是一支槍 一支手槍 那個部件 來的 就是 那支PIN 卡住 那個槍 那支PIN 但他外面 就是 黃金 另外 他有一個 鴉把 鴉把 就是 這個 叫做 橡牙的鴉把 亦都是 配有一些 我沒記錯 有些寶石 是很漂亮的 只是說那對 鴉把 和那個 黃金做的 固定著 槍身 那支PIN 兩樣東西 加起來 我想那裡 都 起碼一層樓價錢 那 好像工藝品 那位老闆 後來 就 很開心 跟我 和幾個員工 一起吃飯 關門 然後 就在我們面前 就像玩玩具 那支槍 那支槍 你知道 有錢人的世界 就是這樣 樸實無話 我們玩 就玩玩具槍 這些 他玩真槍之餘 更加要支 價值連城的真槍 所以 你看到 為什麼 拉登要有一支 黃金做的AK-47 因為 真的玩到沒什麼好玩 對吧 那 特別行動組 一般 不會在街上請人 不會在招聘網站 他不會這樣請人 通常 大部分 都是老闆自己去提拔 特別行動組 你會心想 是不是每個人 好像我現在這張圖 每個人都很高大 大小 大小 整個未來戰士 絕對不是的 我想說有很多老闆 他身邊的特別行動組 第一件事 他是要不起眼的 可能你是一個普通的大叔 然後 甚至乎 你見到他衣著打扮 是 很平民的 比平民更加平民的 你不知道 你可能以為他是個 跑腿 助理那些 但通常這班人 他們負責運送的東西 都是很重要的 例如文件 都會是他們運送之一 那你會問 有什麼文件是這麼重要 當然是說 一些價值連城的欠單 另外 當然是一些 有價值的文件 例如 什麼契 什麼擁有資格的證明書 什麼 不知道哪裡的本票 當然 很多 你想不到的東西 都會是他們 壓送的範圍 另外 做得特別行動組 一定是要有個操守的 就是你不可以跟其他的伙計太熟 你要是有個界線 因為你是真是直屬老闆 你是幫老闆做事的 另外 通常這些特別行動組 他們的家人 或者他們的小朋友 都不會跟他們太近 簡單來說 他們很多時候 未必會住在一起 因為他們的行動 尤其是在外國 是比較有危險性的 當然 這些如果外國的特別行動組 他們出動的那些車 都跟香港、澳門的那些 是有些不同的 例如我在外國賭場做事 他們的那輛車 就是Hammer 就是有防彈功能的Hammer 另外 他們也都是合法 也都是 車上 是有 譬如 M4A1 或者是一些 譬如 一些比較好的裝備的步槍 如果 譬如你說 真的有一些地方 遇到一些 叫做危險的事 他們也是受過軍事訓練的 會毫不猶疑 去還擊 另外 他們 會不會全部都是 一些叫做 退伍軍人 未必 但是 也都可以 就算你沒有當過兵 你可以參加一些課程 或者去參加一些訓練 令到 你基本都會適用一些槍械 你對軍事會有一些 叫做 叫做 認知 例如你知道 要怎樣去拿一些 叫做 掩護 踢給牌的位置 例如你會知道 譬如我現在要撤退 或者是出一個地方 要怎樣做 等等 我第二天再慢慢說一下 我的經歷 今次來到這裡 特別行動組 是比較特別 比較神秘 我下次想到些什麼 我又再說一下 我是蕭文俊 多謝你支持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人訂閱 可以的話 都是那句 介紹一下給你身邊的朋友 家人 我們下條片見 多謝 頻道有4000個人看 有什麼意見 幹嘛哭 有什麼意見 沒有 人是看你還是看我 那看我呢 原因呢 可愛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